男子对美女一见钟情 没想到取下他脖子上的项链之后 头却掉了下来 今天悟空要给大家介绍两个美国的恐怖传说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名叫麦克 喜欢骑着摩托车到处旅游 某天他来到了一处荒地 车子却故障 想要下车去检查一番 可天却突然黑了 本来万里无云的天空 立马开始打雷下雨 恰好不远处有一栋二层小楼 他赶忙上前去避雨 顺便接个电话什么的 喊叫了半天 终于有人开门了 没想到还是一个貌若天仙的美人 他对她一见钟情 赶忙解释自己的来意 女孩没有介意 直接让她进入了房间 里面是一片漆黑 大概是闪电导致停电了 女孩点燃了煤油灯之后 麦克才发现 她是个哑巴 只能用一块小木板交流 了解到 女孩是和父亲一起生活在这里 父亲是个牛仔 现在去到很远的地方工作 麦克知道之后 开心的不行啊 看来 今晚自己可以和美丽的女孩 独处了 两人一起聊天聊了很久 最后 她来到了客房休息 刚睡着没一会儿 就听到了很大的响声 赶忙起来查看 发现女孩正在梳洗打扮 还播放着音乐 麦克以为是打雷的声音 便又回到了房里 没想到 女孩却来到了她的房间 举止神情 异常的暗门 弥克根本把持不住 就这样抱得美人归 这时 夜里十点的钟声响了 麦克醒来之后 发现女孩不见了 楼下还传来争吵的声音 赶忙下去查看 女孩却拦着她 在玻璃的水汽上 写下了鬼怪一词 看到这种情景 麦克想带着她离开准 这时 十点的钟声又响了 远处还走来了一个怪人 等到麦克穿戴好 走出去的时候 发现到处都是血迹 这地上还躺着 一男一女两具尸体 女孩不停地哭泣 却没办法说出任何的话 怪人再次来袭 想要杀掉麦克 很轻易地就砸坏了桌子 麦克赶紧拉着女孩逃跑 一夜狂奔之后 他们终于安全了 女孩靠在麦克的腿上睡觉 他发现 他的脖子上有一个奇怪的项链 一时好奇就解下来看 发现 上面有两张很古老的照片 一个是女孩 而另一个男人 则长得很像是自己 女孩立马惊醒了过来 质问麦克干了什么 接着脖子上就出现了裂痕 头就这样断掉了 原来女孩已经死了几百年了 是被爸爸杀死的 当时他打算和情人私奔 奈何出发前被爸爸发现 并被愤怒的他失手杀死 自此以后 就被束缚在那里 成了地妇灵 而爸爸也因为愤怒 最终自杀 死后 每到夜里十点 他就会回来 重复着杀死女儿的画面 而女孩的情人 正是前世的麦克 不过没想到 好不容易逃离了诅咒之地 他们还是没办法在一起 真的是很可惜 好了 我们接着来讲第二个故事 主角是一个女孩 叫做阿曼 在生日的前一天 她的父母和姐姐都要外出 家里只剩下的一个人和一只狗 无聊的阿曼 开始偷偷上网 和一个叫娜娜的女网友聊天 告诉她自己现在一个人在家 很是无聊 没想到啊 这个叫娜娜的并不是一个小女孩 而是一个油腻的变态大叔 很快就从网上窃取了阿曼的录像 一遍又一遍地看着 到了夜晚 阿曼在院子里踢球 不小心把球踢进了草丛 于是钻进去拿 却怎么也找不到 后来球却自己弹了出来 她也没有怀疑 回到家后 便开始洗澡准备睡觉 这时变态的大叔却出现了 从狗洞伸进了一只手 想要打开门锁 却够不着 于是选择从地下室的窗户爬入 这边阿曼已经准备好要入睡了 她有一个习惯 睡觉之前 让狗狗进入她的床底下 她再伸手下去 让狗舔舔手 才可以安心睡觉 就这样到了半夜 她突然听见了狗的叫喊之声 以为狗不见了 到处寻找 翻遍了屋子 也没有狗狗的身影 灯还突然灭了 这时姐姐回来了 本来想和她一起寻找的 她却喝了酒神志不清 还把阿曼骂了一顿 嫌弃她吵自己睡觉了 这时狗狗的叫声不见了 当她回来的时候 发现她还在床底下 便又回到了床上躺下 伸手到床底下 让狗狗舔舔 却发现 镜子上有行字写着 人也是可以舔人的 然后透过镜子返照 才发现 床底下竟然躺着个人 正在舔她的手 难道这就是舔狗的出处吗 阿曼吓得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赶忙跑出去去找姐姐 等到她赶回来的时候 大叔已经跳窗逃走了 只留下了一具狗狗的尸体 报警处理也没有用 只能警告大家 网上交友要小心 而故事也到此结束 这两个恐怖小故事 都出自1997年的 美国电影《篝火故事》 改编自耳熟能详的都市传说 音乐氛围都渲染得很好 推荐感兴趣的小伙伴去观看哦 好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